各位好 我们闲话少叙 书接 后赵皇帝 时乐的最后时刻 经过起死回生 经过手掌弦影 经过波声莲花 经过祈语文灵 佛图成大师 用他的一己之力 征服了整个后赵 统治阶层的支持 时乐呢 也赤封佛图成为 大和尚 从此啊 这个大和尚 这个称呼 便在佛教之中流传开来 不论是沙弥也好 尊者也好 这个前面加一个大字 这就是表示尊贵 尊重的最高境界 时乐做皇帝以后啊 对佛图成大师 也是更加的恭敬 军国大师都要请教之后 才开始实行 而经过了上一次我们说的起死回生的事情 时乐呢 就把诸多的子女也都养在佛寺之中 直到后赵 建平四年 也就是公元三百三十三年 这年的四月间 佛寺啊 宝塔上的灵 又开始无风而自明 讲情伯日 朗朗乾坤 东南西北啊 都没有风吹来 但是塔上的灵 却无风 自明 这个时候呢 佛图成大师 就同大家讲 咱们国家呀 恐怕将有大事发生了 果不其然 七月间 时乐 便 一命 乌乎了 按照 其生前 指定的接班人 他的儿子 石红 接替他 登 皇帝之位 但是呢 石红 继位 没多久 他的 叔叔 石虎 就 废掉了 石红 自立为王 这就是 后赵 的末代君主 历史上 以 弑杀 暴虐 著称的 石虎 大魔王 石虎 称王之后 害怕 遭到原先 石乐 集团 的打击 和反叛 就决定 迁都 业城 因为这里呢 自己的实力 比较牢固 支持者呢 也比较多 还改元 改年号 做剑舞 不仅这一系列的活动啊 而且 石虎呢 还学着他大哥的样子 你 石乐 不是 重信 佛法 尊敬 大和尚 佛图成吗 我呢 也像我大哥一样 倾心 是佛 而且呢 要做的 比我大哥 还要好 我呢 是一个 有慈悲之心的人 比我大哥 石乐 是有过之 无不及 他还这个 煞有介事的呀 下诏书 说是 是什么 大和尚 图成大师 是咱们 国家的 大宝贝 从我大哥 那个年代 就 明令 全国各地 建佛寺 后代 出家之人 我呢 慈悲之心 一点 也不输 我大哥呀 所以呢 我要对 佛法 更 加的 尊崇 所以呢 大家要像 支持我大哥一样 继续的 支持我 哎呀 这个 虽然 大和尚 已经是 待遇不错 但是 从这个 政治层面 还是 比较低的 因为 大和尚 从来 不接受 什么 高官 厚禄 这个 一直 清淡 的度日 我呢 作为天子 于心 不忍 我看 这样吧 就提升 这个 大和尚的 行政 等级 从此后 也别让他 穿那些 麻布片 缝成的 破衣服 每年 由这个 中央财政 直接拨款 让他穿 绫罗 绸缎 而且 乘坐的 车马 出入的 交通工具 都要 做那种 专门 雕花的 车年 朝会的时候呢 也不能让 人家 大和尚 自己走进来 每次 升店 这个 常侍 以下的人 都要去帮忙 去干什么呢 都要去帮忙 抬大和尚 进来 而且 太子 也好 诸公 大臣 也好 经过 你旁边 你都要 在两边 搀扶他 只要是 这个 大和尚 到了 所在地方的众人 也都要 起立 以显示 这个 和尚的尊贵 以显示 我们 整个 朝廷上下 对佛法的 尊崇 而且呢 还命令 这个 司空 李农 早晚 都要 替朕 去问候 大和尚 今天 有什么 指示 有什么 不满意 而且 太子 也好 诸位 公亲 也好 每五天 都要去 朝拜一次 以表达 这个 我作为皇帝的 敬意 表面文章啊 做得很好 但实际上 他是 在 借着 佛图成的 这个 大旗 来 巩固 自己这个 得位 不正的 皇帝 权力而已 好 我们 今天 就先 说到这里 感谢 各位的 捧场 我们 下期 再 讲